欢迎收看谈古论经 画中医 很多人认为中医治疗感冒的效果不及西药 其实中西医各有千秋 中医是强调辩证论治 谈到感冒他们会先驱邪扶症 所以其实每个药方都有他临床上的公药 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金河中医诊所的院长 陈俊如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来谈谈中医如何治疗感冒的 陈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医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大家经常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感冒 人生当中可能难免都会有感冒 那么中医是怎么样看待感冒的呢 对于感冒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是自然的一个身体排毒的一个反应 当你人在疲倦的时候很容易 比如说这阵子像季节在交替的时候 你一个没有睡好 或是工作压力太大太劳累 就很容易有外感风寒 风寒 我们中医讲做所谓的寒邪入侵体表 这个问题 那寒邪入侵之后就容易造成一些感冒的症状 那适当地让一些症状出来 藉由一些中药的辅佐 让邪气排出 这个方式是中医治疗感冒的精神 是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般感冒会有哪些症状呢 一般感冒其实我们最常遇到就是 你会头痛啊 打喷嚏流鼻水 喉咙干干的 然后咳嗽 那有时候小小轻微的发烧 有时候不会发烧 这就是最常见的一般感冒症状 那它跟我们现在可能因为季节啊 会产生的流感的差异是在哪里呢 其实流感症状会比一般感冒在严重许多啦 是是 以一般感冒来讲 成人通常不大会发烧 或者是有发烧也只是轻微一点点 那可能一两天就退了 那主要还是以上呼吸道的一个症状表现为主 大部分就是鼻塞流鼻水 然后可能过了几天开始出现咳嗽的症状 那咳嗽可能就是顺着你感冒的症状 一开始可能就是稍微痒痒的 小咳干咳 然后到中段的时候就会出现有痰 那痰可能从黄变绿又再变黄再变白 这就整个感冒的course 那到最后白痰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不容易收尾 可是其实服个集体的中药 很快就可以收尾 这是一般感冒 那流感就不一样 流感其实有分ABC三型的流感 通常A型流感是比较严重的 那我们怎么去区别它 流感跟一般感冒的差别 其实还是在于肌肉酸痛 有没有胃寒 有没有发烧等等的症状 那如果是流感的话 你会觉得说成人也会发烧 一般来讲我们感冒大人不太会发烧 可是有的时候流感你会觉得 怎么好像这次竟然会发烧 跟以往的感冒不大一样 那可能就是倾向于流感 那流感的鼻部症状跟它的咳嗽症状 也会相对于一般感冒严重许多 比如说它可能就比较容易 并发鼻痘炎 或者是可能往下走 走到变成比较严重的肺炎 这样类似这样的症状 那它肌肉酸痛的时间会比较久 尤其是会有关节酸痛 骨节疼痛这种感觉 那疲倦程度又更胜于一般感冒 是 对 所以病患来就诊的时候 其实你们是透过问诊 知道它到底是感冒还是流感 对 因为它的感冒脉相其实都差不多 都是大概在寸部 会有一个浮华脉的一个表现 那如果有发烧的话 那个脉相就更热 会比较跳动比较明显的感觉 还是要透过诊断 你才能确知它 我这次要下了药要清还是重 就是一般感冒它不太会发烧 但是小朋友还是会发烧 但是流感一定会发烧 那发烧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 可能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他自己的小朋友发烧症状 那在居家护理上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帮助这些家长 其实我们大概知道 小小孩只要易感冒必发烧 可是通常他一般感冒的发烧 我们都建议不急着退烧 为什么 因为你退烧你就等于是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大军 要去抵抗外敌 我的白血球大军已经准备好了 可是呢 你用一个退烧药 你是不是强迫我大军撤退 然后让外敌进来 可是这样久了之后 你无法建立自身的免疫功能 所以在一般的状况 尤其是越小的小孩 他发烧的时间 通常我们的观察经验 大概都是三天 那三天你不用特别给予什么药物 就让他睡觉多喝水 休息 他其实三天过后也就自然退烧 那可是家长会比较担心 他如果38度39度好像还好 那如果超过他就会开始很紧张 这时候有没有一个 他几度是一个指标 就一定要去处理的 应该是说我们会给家长建议 如果说你在三岁以下的小孩 大概42度我们都还可以接受 是哦 对那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烧到热精卵 没有这么容易 我们身体有他的防卫机制 那如果三岁以上到大概七八岁八九岁 大概我们抓39度差不多 39度就OK 还可以接受 那可是因为孩子会发烧不舒服 所以我想说我可以介绍一下 大家居家护理的办法 好 自己如果不是专业人士 你不太可能帮他针就或打针 是 所以我们可以 其实小朋友 你去让他回到家的时候 帮他躺在一个比较舒服的椅子上 然后让他的脚泡水 好 那在泡水的时候 你抓住他的脚板 冷水 泡冷水 因为我们头会热嘛 我们要把热 引热下行就能退烧 好 这观念很重要 头在热的时候 你把引热带下去 他烧就退了 然后你鞭炮的时候 就拍他的脚掌 拍他的脚掌 脚底的这个地方 为什么 把这里让他热下来 脚底那个泳泉的地方让他热 不断地拍打 不断拍打 让他的这个整个头热 可以整个往下倒 何况泳泉穴 它又是足底最底下的一个 那个穴位 它可以借由你不断拍打 然后冷水拨弄的方式 慢慢慢慢那个热就会带下来 这倒是一个蛮简单的方式 很简单啊 大概二三十分钟 家长有点耐心 是是是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看嘛 我们每次感冒 就是一流汗 对 烧就退了 对 所以你想办法让他流汗 就闷住 那让他冒汗就好了 稍微冒个汗 那不要再受一次风寒 所以中医在这个经典古籍里面 其实就有讲到 外感风寒寒血的时候 我们有天下第一方 所谓的桂枝汤 那吃完这个桂枝汤之后 它其实微微发汗 吃完桂枝汤之后 你还是要让它继续冒汗 那个烧才会退 所以他们就会 第二个步骤 就是给它喝热熙粥 喝了粥之后 热熙粥 对 热 然后盖被子 它在里面闷汗 那个烧就退 自然退烧 可是这应该是属于 就是比较冷到的那种感冒吧 对 就风寒外感 对 会有点微微的胃寒 是 所以医师您说 如果在中医辨证论治 会有风寒的感冒 一个另外应该就是 风热的感冒 对 那在辨证论治之后 这两个应该都是 不同的方向吧 对 它用药是两码子式 不太一样 对 那这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这两个方式 到底是怎么样去用药 OK 很简单 如果是风寒外感 通常第一个感觉 是头部症状明显 比如说头痛啊 鼻塞啊 流鼻水 是 开始打喷嚏 好 这种是比较平像风寒 如果是风热的人 它本身的体质 比较偏热性的体质 它比较容易受到 风热外感的影响 它就可能会出现 喉咙的症状 比如说它可能一开始 它没有流鼻水 它开始觉得喉咙痛了 它可能就直接 跳过风寒的那个 第一个前三天的症状 流鼻水 打喷嚏 头痛 直接进入咳嗽阶段 是 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临床的判断 可能就先从风热处理了 直接要化清热了 是 那我们观众朋友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 跟医生来讨论 这两种类型 中医如何辨证论治 刚刚观众朋友了解了 风寒跟风热 它有各自不同的症状 那么医生 针对风寒 我们会怎么样治疗呢 刚刚提到我们有 风寒风热不同的表征 是 那我们要注意到说 风寒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容易流鼻水鼻塞 对 然后痰比较稀 嘴巴比较不会干 如果说你觉得 怎么好像要感冒了 流鼻水流个不停 可以用生姜切片 煮成茶饮来喝 它不会很辣吗 辣一点没有关系 它就是它的 挥发精油的效果 理解 生姜 那这个是金戒 金戒跟防风 这两个很有名的 就是外感风寒的一个用药 因为防风 它就是防止风鞋 那金戒本身可以发散 所以这三个 其实可以平常在家里 你就煮成茶饮 对于出感的症状来讲 其实它收鼻水 处理鼻子不舒服的症状 效果还不错 所以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煮给 比较小的小孩喝 可以可以 那你尽量抓一下 不要太辣 就是比较小一点就对 对对对 那如果是风热呢 会用哪些药材 说到风热 会很明显的喉咙痛 对 那它的痰 通常已经转黄色或黄绿色 它的鼻涕也通常会变成 黄色或黄绿色 有些人还会有点排便不顺 那些问题 所以我们会用一些 比较属于新娘节表的药物 来处理 比如像现在大家看到的 像是淡竹叶 它本身是一个 比较滋阴清热的药 淡竹叶跟这个乳尾根 两个都有一些 滋阴清热的功效 就可以退热 那再来是桑叶 桑叶也有一些解表的作用 莲翹 薄荷 菊花 吉梗 那吉梗干草 它叫干吉汤 这是干草 它尤其针对喉咙 刚开始不舒服 或者是说感冒期间 喉咙咙咙咙 卡卡 有痰的感觉 然后痰又微微带黄痰的这种感觉 极梗跟甘草 它本身就是一个药队 所以这两个可以单独 对 这两个在感冒初期 你觉得喉咙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合并使用 那薄荷菊花 比较真正于头面的不舒服 比如说你会觉得 梅林谷这里热热胀胀的 这个薄荷菊花 它有往上走的那个功效 那莲翹就比较偏向于发炎性疾病 比如说喉咙痛 然后咽喉肿起来了 比如说有点扁桃腺发炎 这种热向的症状 莲翹就很好用 是 那您刚刚有说风热风寒 可是不管风热风寒 我们都会有症状 比如说流鼻水啦 咳嗽啦发烧啦 等等 要怎么样透过穴位来减缓 我们的不适的症状 其实感冒最常见一开始会头痛 是 流鼻水鼻塞 是 那在这个穴位的护理上 跟各位介绍几个常用的穴道 比如像说 你会头痛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头顶的百慧穴 它就在头顶正中央的百慧穴 那最常用的就是颌骨穴 颌骨穴在我们双手交叉的地方 大拇指杠弯曲的地方 你可以常常按揉这个位置 那这个穴位它的特色 我们有一句话叫面口颌骨收 就是说不管你头面部的 鼻子眼睛嘴巴任何的问题 包括牙周病牙痛 你都可以选择颌骨穴 那一针下去呢 其实你就会觉得脸松开了 对 你只要取穴对 那再来针对鼻部的症状 我们可以选择像是银香穴 它不但是感冒流鼻水可以用 过敏性鼻炎鼻塞也可以用 那银香穴这就是在 我们的鼻翼两侧 都有 这法令纹交叉点这个地方 鼻子横的对过来 法令纹交叉的那个点 就叫银香穴 那银香穴在针灸的时候 我们会两边一起下针 那同时还有一个 董事齐穴的镇定穴 在这个地方 它这边有一个小童人 有一个点点 正在我们的眉心的真中央 它就是所谓的镇定穴 这三个穴齐下 整个鼻腔鼻痘 这个地方整个循环都通 所以我们按的时候 也可以自己就按摩这样 这是最简单 就是这个地方按压 跟这个地方 三个地方 这个部分是针对流鼻水 鼻塞 打喷嚏 头痛 那如果到了第二个阶段 开始会有喉咙痛 咳嗽出现的 那我们的血穴就稍微再调整 它那个第二阶段的时候 其实已经没有鼻腔的症状了 已经往下走了 所以喉咙痛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像是哨伤放血 那哨伤怎么取血呢 就在我们大拇指的 这个地方 旁边 对 这两侧其实都可以 不一定要局限于穴位 我们指甲的左右外侧脚都可以 就是用那个安全针牙刺一下刺一下 一点点一点点血就可以了 然后伤羊穴在这个地方 食指的内侧这个地方 对 其实这两边都可以 都可以 那这地方放血的话 其实轻微的点刺出血 那个喉咙肿痛的感觉就会消了 为什么 很妙 跟在中风的时候一样 中风的避震 对 一个放 一个血一出来 它就立刻退 还有一个地方很妙 耳尖可以放血 喉咙痛跟发烧的时候 对 耳尖这个地方 OK 你就把耳朵稍微往内折 稍微往内折 是不是突出来的尖尖的地方 这个地方 稍微点刺放血 那如果再专业一点 我们还会选择大椎 大椎在背后的地方 这通常应该是比较 要谨慎的 对这是在我们在医疗院所才会处理的 大椎地方也是点刺放血 这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到肺疏 肺疏怎么取呢 就是我们摸得到了脊椎骨 第一 二 三 三椎下面 旁开一点五寸 膀胱筋的肺疏穴 你可以在这地方做按摩 用热灸也可以 或是微微的点刺放血 也可以 那医师的话 可能就会直接下针 那还有一个位置 就是风驰穴 在我们的那个 整骨的下缘 比较靠外侧缘的地方 有个风驰穴 按下去 它穴区也很大 你会觉得胀胀的 闷闷的 其实就是一个凹处对不对 对 这个是不管外感风 喊风热都可以用 那刚刚讲到针对咳嗽 对 这一段咳嗽其实我们最有效的特效穴 应该是天涂穴 就在红楼下面 对 在这地方 有点靠近我们的锁骨上缘 这地方锁骨的上缘 这个在骨头上 不是里面 你要按摩的话 往在这个地方 交界的地方按摩就好了 就是有一个骨头这样凹处对不对 对 凹处 好 那因为咳嗽 除了它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穴位可以去做按摩 就是所谓的裂缺穴 我们的手伸出来 稍微这样子往下扳 这个地方会有点高骨凸的地方 凸的 就在它这个地方增下去 因为这整个肺筋的穴位 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做按摩 那咳嗽咳得比较严重 它也会在鱼记的地方做按摩 这边 鱼记 对 所以这几个穴位其实可以灵活运用 因为有的时候感冒 它会有一些肩胛症 它可能同时有流鼻涕 同时带有咳嗽 可是也有可能同时有发烧 就看症状 你不一定要拘泥于说 我一定鼻塞 我只能睁鼻子的穴道 不一定 好 可能鼻塞有咳嗽 我可能银箱 天涂我都可以按摩 那在按摩银箱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方式 就是你把双手 手掌心搓热 用你的手掌的热度 然后贴在我们的这个鼻斗 因为这里有很多个鼻斗 有好几个副鼻斗 你在这边做一个热敷的动作 其实可以改善症状 是 那头痛的话 除了百慧穴 风持穴 其实颌骨穴也很有效 这是居家最常 可以用得到的一些护理方式 是 那不晓得观众朋友 有没有熟记了呢 待会儿要跟大家介绍 什么样的饮品 可以适合风热 或者是风寒来使用 针对风寒的感冒 有什么样的保健饮品呢 医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什么样的饮品 好 其实我们想要从居家里的厨房 就可以取得了 是最简单的 那在这里跟各位介绍的 风寒感冒茶饮呢 我们会用到葱白饮 那葱白呢很简单 家里一定有葱 可是什么品种就都可以 我们的古书上 其实是说到 葱白呢 选六条葱 只选它白的部分 就绿的不要 对对对 绿的可以不用 你可以留微微的绿啦 可是呢 你看到它这里写得很清楚 包五分钟就要喝掉了 这么快啊 对因为葱啊 它本身是行文 有发散的作用 像这一类发散性的药材 其实它的挥发精油 你煮太久就不见了 所以一般我们不建议 久煮久煎 你大概切断 然后水下去滚个几分钟 记得盖子盖起来 或者你要 你鼻塞 你在那个 闻得到味道也可以 开始有味道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火关掉 那如果说有些人啊 他在感冒期间 他的鼻水特别多 好像开始有点胃寒 那我们可以建议 他加了一点生姜片 让他有辛辣的感觉 因为辛散 就可以把风鞋带走 尤其在初感的期间 你如果剂量高一点 浓一点 你会觉得 我喝了一剂之后 好像感冒就好了 所以这其实很简单 家里的厨房 一定有葱跟姜 那甚至你要加大蒜 也可以 对 其实中医 它是一个很灵活的生活科学 不一定要局限 只能怎么样出 是是是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那时候刚感冒的时候 我的奶奶 传了一个方子给我 那那个很痛苦啊 就是吃大蒜 大蒜水 大蒜水 那个大蒜不是煮到 很熟的那种大蒜 微微的烫过 就跟葱白影一样 稍微烫了 你就把那个大蒜 整颗吞下去 哇哦 很有效 真的哦 但是也很刺激 因为你会流汗 你汗流出来之后 就像葱白一样 目的就是要发散 心温发散嘛 跟姜一样 你汗流出来 那个含血就被你逼退了 是 所以你独一是因为奶奶的启发吗 我觉得这个医学 真的非常神奇 是是是 那风热的感冒 医生要建议什么样的饮品呢 好的 针对风热 我们可以选用桑菊饮 它的处方其实也很简单 杏仁 莲翘 薄合 桑叶 菊花 吉梗 甘草 芦荣 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在桌面上看到的这些药材 这是菊花 这是薄荷 桑叶 杏仁 吉梗 芦荣 莲翘 跟甘草 那在前段我们有讲到 当你喉咙痛 感冒的时候 我们常用吉梗跟甘草 它是一个药对 甘吉汤 那为什么会用到杏仁呢 其实到了风热感冒 我们知道它容易出现咳嗽 有痰 那杏仁本身就可以止咳化痰降溺 所以像这些药啊 其实它都比较偏于含量性 那含性的药物才能够治疗热性的症状 那风热感冒本身会喉咙痛 有可能会有黄痰 黄鼻涕的症状的时候已经出现黄的 表示它的身体已经化热了 所以我们会选用这些比较属于清凉解表的药材 去处理一些外感的风热的症状 那这几个药材其实它有个特性就是 它都是比较属于直清的药材 所以我们在煎煮的过程中 尤其像桑叶薄荷不要酒煎 下去稍微焖一下五分钟就关火了 以免这个挥发精油都跑光了 那杏仁可以稍微打碎再下去煎煮 或者它的药效会比较明显 就是年龄上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这孩子也可以 OK 所以它应该不太难喝对不对 原则上这个算好喝的药 是吗 对你看还有干草 我从来没喝过 OK 是是是 那我们除了这些之外呢 其实居家护理会常听到家长说 感冒多喝水多喝水 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吗 如果今天在发烧 发烧其实很容易口渴 那发烧的时候可以多喝水 那其他时间其实我觉得啦 看个人 如果你今天是好意伤心的那种外改 那你自然而来 你身体会需要比较多的水分 你很自然就会去喝水 那如果你今天需要休息 你还强迫逼它起来喝水 那好像就不太符合生理需求 所以是看状况 那所以譬如说新鲜的果汁呢 这样子的饮品是适合的吗 它可以说是我们补充糖分 因为我们知道在感冒的时候 其实食欲不好 什么都不想吃 如果它这时候可以补充一点葡萄糖 也OK 新鲜的果汁其实不错 而且富含维他命C 那其实我们知道维他命C 本身也有预防感冒的作用 是 所以其实坊间一些 我们常听到啦 多喝水啊 喝点果汁啦 譬如说还有些什么酥炮加水啊 这种都是一个OK的方式 是OK的 那酥炮加水它比较偏向于你流汗嘛 电解值流失的比较多 是 那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试试看 不过这是一般的日常的护理啦 是 但是如果说真的说症状比较严重的话 建议还是要找医师 对对对 确定的诊断 是 那有没有人家会觉得说 有些这样说 好可怜感冒了 然后都消瘦都不吃不喝 那有没有什么样给他补一下 会不会这样的观念 也是对的还是不OK的 这个其实在临床门诊常见到 是 就是说家长会担心说 孩子这两三天都不吃不喝 没有错 可是确实是啊 当你感冒的时候 你没有食欲啊 那如果真的要补充的话 一些 不要含酒类的补品 比如说像鸡汤 可不可以吃 当然可以吃啊 因为你补充是蛋白质胺基酸 这样的营养成分 你让它的复原力 抵抗力也比较好 也比较有精神 这是可以的 但是不过像是一些生类的补品 就比较不建议在感冒期间服用过多 因为补气这样的药 我们会建议在感冒后期 已经快好了 可是你的元气还没有上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进补也来得及 那感冒的时候 我们其实应该就是尽量把鞋能够逼出去 不管是流汗的方法也好 或清热解毒也好 我们要把重点先处理掉 所以进补不急 尤其是含酒类的补品 你就这个时候不要进来 是 所以其实整个感冒 就是以休息 让它驱邪 就让它整个身体 比较纯正的 变阳体之后 然后我们再去做补充的动作 对 所以这样听起来 其实吃中药 还是蛮有好处的 因为怎么来说 就是它不会头晕 不会影响工作 不会影响生活 就至少它是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 是是是 中医药在这一块 很着重浮症驱邪的概念 所以你完全不会想睡觉 而且精神还蛮好的 是所以观众朋友 虽然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说 中西各有千秋 不过在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当中 也特别推荐 大家以后可以试试看 如果遇到感冒的话 可以实验中医 来治疗您的感冒 再次谢谢医师 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